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路径长的单位是公里 时间是小时 则平均速率的单位为公里每小时 此外也常用公尺每秒作为单位 1968中的平均速率使用单位为公里每小时 举例来说 过永康的南下路段标示为102 代表的是每小时102公里 也就是说 该段路程的平均速率为每小时移动102公里 1968中每一格的距离为1公里 情境中 过永康的南下路段 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2公里 以1公里的路径长计算 可以得知驾驶时间为102分之1小时 此时 北上路段的驾驶时间为40分之1小时 代表南下路段的驾驶时间比北上路段短 你答对了吗? 当移动时间加长 例如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的北上路段 平均速率为每小时56公里到92公里 这是因为路况不同 车子不可能随时保持相同的运动快慢 所以平均速率无法说明物体 在某一特定时刻的运动情形 若有时速表 可以从时速表得知物体当时的速率大小 若只有物体的位置和时间的关系数据 则选取的时间间隔越小 越能得知物体瞬间的速率 这时候就可以描述物体 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快慢 这个物理量称作顺时速率 简称速率 同学们 经过狐狸猫的解说后 你已经能正确分辨平均速率和顺时速率了吗? 尽管是跑车 因路况不同 也无法一直维持平均速率 在每小时350公里 所以最快车速 比较可能是数值最大的顺时速率 你答对了吗? 1968的即时路况 同时显示了南下与北上的平均速率 不过平均速率 可以表示物体 在一段时间内的运动快慢 却无法区分它们的运动方向 那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科学上 以物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位移 来表达物体移动的快慢与方向性 这个物理量称作平均速度 如果把北上方向定义为正 南下为负 那么正的每小时93公里 就是往北每小时93公里的平均速度 以此类推 负的每小时93公里 则是往南每小时93公里的平均速度 听完狐狸猫的解释 小树蛙好奇地问 你刚刚有说过 把平均速率计算的时间 间隔缩小到趋近于零 可以找出顺时速率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类似的方法 找出顺时速度吗? 没错 当我们把平均速度的时间间隔 不断缩小 直到趋近于零 就可以描述物体 在特定时刻的快慢 这个物理量称作顺时速度 简称速度 狐狸猫总结平均速度 与顺时速度 具有大小与方向性 平均速率与顺时速率 仅有大小 无方向性 说到这 狐狸猫忍不住想考考小树蛙 请你也帮帮小树蛙找出答案吧 平均速度的方向 与位移方向相同 小树蛙的平均速度为 正的每小时60公里 一小时后 向北移动60公里 而狐狸猫 则是往南移动75公里 所以小树蛙会更接近台北 你答对了吗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物体在单位时间内 所经过的路径长 称为平均速率 没有方向性 物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位移 称为平均速度 具大小与方向性 常用的速率与速度单位有 公里每小时 与公尺每秒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交通部近年启动区间测速 新电区北一公路 19.1公里到23.1公里 总共4公里长的路段 区间速限为 每小时40公里 请问狐狸猫行驶该路段 至少虚凯几分钟才不会超速 新电区 2公里 通过 3公里 穿下部分 上天 方向 ver 写 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